大家好,今天要说的是黑衣人2 故事开始 一艘太空船急速坠落在公园里 一只狗发现了太空船 小狗对着太空船吓得一只绿色小虫飞了一声 结果小虫张开大嘴红了回去 吓得小狗转身就跑 接着小虫看到了杂志上的美女 于是小虫变成了美女的样子 这时一个劫匪从后面劫持了美女 并打算截个色 但倒霉的她遇到的是卡洛瑟星的女王塞琳娜 这次她是来夺起萨塔之光的 女王找到了双头星人 对双头人一度折磨后 双头人告诉她一间披萨店的老板 知道萨塔之光的下落 于是两人来到披萨店 但披萨店的老板表示 女王永远不会得到萨塔之光 因为萨塔之光会在明天午夜离开地球 愤怒的女王将老板干掉了 而这一切都被躲在厨房的罗拉看到 在老K退去后J一直没有找到搭档 于是上头让J找个搭档一起调查披萨店的案件 这时外星狗表示愿意成为J的搭档 就这样外星狗临时变成了黑衣狗 一人一狗来到了披萨店 J询问了一些问题后请罗拉吃晚餐 但最后J并没有消除罗拉的记忆 J似乎喜欢上罗拉了 随后J来到飞船的降落点 发现是卡洛瑟星的飞船 上头一听就知道女王来了 原来25年前萨塔公主来到地球 希望黑衣人帮忙将萨塔之光藏起来 但考虑到地球的安危 黑衣人拒绝了公主的请求 还让老K将公主送离地球 想知道原因只能将退休的老K带回来 但被消除记忆的老K 面对众人的招呼有点不知所措 一次J带着老K去恢复记忆 没想到女王在这时 混进了黑衣人总部 并将众人抓了起来 听到警报声响起 J只能带着来不及恢复记忆的老K 从大型马桶逃走 随后两人找到了一位老朋友 利用另一台记忆恢复器 但老K被折磨的投影眼花 还是没能恢复记忆 气氛的老K一枪崩掉了她的头 没想到她的头还能长回来 这时老K来到了店外 看着这些熟悉的场景 老K的记忆在慢慢的恢复 于是J问老K杀塔之光在哪里 但老K对杀塔之光完全没有印象 老K认为自己把这段记忆删除了 一次两人决定前往披萨店看看情况 在店里J发现老K携带的照片是一个线索 于是J变成福尔摩斯进行一系列推论 找到了一个鱼罐头 结果线索只是照片旁的一把绿色钥匙 这让J很尴尬 随后老K打算删除罗拉的记忆 J阻止了她说罗拉是案子的关键 并将罗拉交给重重外星人保护 随后两人来到车站用钥匙打开了储物柜 柜子里竟然是小人族 老K拿走了手表 但手表是小人族的心灵寄托 于是J将自己的手表挂了上去 老K发现手表是倒计时器 留给他们的时间只剩下59分钟了 随后他们取得录像带 看着录像带的老K恢复了那段记忆 原来老K并没有送走萨塔之光 因为她爱上了公主 而女王则被老K骗走了 而萨塔之光原来就在罗拉手上 两人赶到重重住宿时 罗拉已经被女王抓走了 于是两人来到老K的旧家 那里有老K的秘密武器基地 在新房主一家人蒙逼的注视下 众人装备全副武装前往总部准备大开杀戒 来到总部他们遇到了最强武装 变形垃圾桶 四只重重被吓得颤抖 在老K的掩护下就会冲往发射室 在发射前 J停止了飞船发射 原来女王想将罗拉发射到卡洛射星 老K在解决垃圾桶时被女王抓住了 幸好J即使赶到一枪毙了女王 随后杀人来到杀塔之光的发射地点 原来手链并不是杀塔之光 只会显示发射器的位置 手表上的倒计时是时间限制 时间到了没人赶到发射地点 手链就会引爆 地球就会被摧毁 这时女王驾驶着飞船追了上来 原来她并没有死 就会将女王引到了钻石废铁的外星人那里 女王就这样被外星人一口吞了 杀人随后来到发射地点 老K告诉罗拉她就是萨塔之光 是萨塔公主的女儿 她必须回到萨塔星球成就她的家园 虽然不舍得与J分开了 但罗拉还是决定回到萨塔星球完成使命 就在飞船身往天空时 女王附身在外星人身上 飞向罗拉 但还是被J和老K合力打成烟花 随后老K将储物柜里的小人竹带回总部 安置在J的储物柜里想让J开心 但J认为他们应该看看外面的世界 不应该一直待在黑暗的储物柜里 老K说J还是太年轻了 说完一脚踹开旁边的门 故事就结束了 喜欢我电影解说的你们 记得点赞 关注 评论 分享 我们下一集见